如果我问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什么,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 今天为大家带来故事《箱子》 周末在教学楼的角落里,一个清洁工正在用抛硬币的方法决定该从哪里开始打扫 但硬币一不小心滚到了楼梯间的死角 在那里,清洁工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箱子 与此同时,一群经营人士正在参加酒会 亨利和阿红是一对夫妻,亨利一贯绅士儒雅 而阿红脾气暴躁,在酒会上口无遮拦地大喊大叫 这让亨利觉得十分丢脸,多年的夫妻生活也让他对阿红产生了厌倦 好友老德则是一个精英楷模,而且因为妻子去世变成了单身汉 所以有很多的年轻女孩想和他接近 就在老德和女孩聊得炉火纯青的时候 亨利走过来跟他打招呼,打断了他的撩妹之旅 原来亨利是来邀请老德晚上一起下棋的 之后呢,老德接到了清洁工的电话 说找到了一个一百多年前的箱子 想让老德过去看看里面是什么 老德一听很感兴趣,立马就赶去了学校 他走之后呢,亨利听着阿红喋喋不休的话语 终于再也无法忍受 他掏出一把手枪,瞄准了阿红 下一秒,阿红就被爆了头 其他人看到这一幕不仅没有尖叫和报警 反而为他鼓起了掌 还有人在夸赞亨利设得真准,似乎他们也早就忍受了这个八卦的女人 在掌声当中,亨利轻松地笑了起来 然而,阿红真的就这样死了吗? 就在这时,阿红的叫嚷声传了过来 他让亨利赶紧去把晚礼服拿过来 原来一切都只是亨利的幻想 他已经无数次幻想过亲手杀死这个女人 另外一边呢,老德已经来到了教学楼 和清洁工合力将箱子搬到办公室 清洁工总感觉里面有东西在动 但老德呢,始终相信里面藏着什么宝藏书籍 而且就算有动物也不可能被锁了一百多年 还能够活着 那么箱子里面到底是什么呢? 两人好奇地撬开了锁链 由清洁工进行了开箱 刚打开一条缝 两人就听到里面传来了声响 清洁工透过缝隙看到里面有东西在发光 他以为这是一对绿宝石 伸手去拿,却被一口咬住 原来那不是绿宝石 而是怪物的眼睛 老德还没来得及反应 清洁工就被怪物拖进了箱子 伴随着怪物咀嚼的声音和清洁工的惨叫 老德知道清洁工已经没救了 于是转身跑出办公室 在楼道里遇到了学生 卷毛 但受到惊吓的老德连话都说不利索 只一心叫嚷着要去找警卫 在卷毛的安抚之下 老德冷静过来 然后跟他说出了全部过程 卷毛显然不相信他的话 还以为他吸毒 产生了幻觉 他必须亲眼目睹才会确信 最后呢 不顾老德的阻拦 跑到了办公室 然而 当看到满地的鲜血时 卷毛对老德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 因为办公室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箱子 卷毛怀疑是老德杀了人后编造的谎言 那么箱子到底去哪里了呢 这时老德发现血迹蔓延到了发现箱子的那个楼梯间 毕竟是富有冒险精神的热血小年轻啊 卷毛大着胆子 拿着扳手靠近箱子 就在他准备测量怪物咬痕长度的时候 怪物却从一旁的阴影中冒了出来 原来怪物并没有回到箱子里 而是躲在了一旁暗中观察 卷毛就这样成为了怪物的盘中餐 再次目睹怪物吃人的老德被吓得不轻 这次他直接跑出了教学楼 他找到亨利求救并说出了实情 听完老德的话 亨利的心里打起了一个主意 他将安眠药放在老德的酒里 老德喝下去之后很快昏睡了过去 在给妻子留下一封留言之后 亨利就赶去了学校 看到满地血迹后 他知道老德说的都是真的 他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给警卫 而是开始清理起了现场的血迹 似乎不想让人发现这里发生的一切 阿红回家之后看到了亨利的留言 他在留言中说 老德因为侵犯一个女学生遇到了麻烦 他希望阿红能够去学校 安慰一下这个受伤的女学生 阿红看完觉得十分可笑 但是并没有丝毫的怀疑 他按照亨利的要求赶去了学校 亨利骗他说 女孩就藏在楼梯间那里 阿红丝毫没有怀疑 靠近了楼梯间 谁知怪物冒出来抓住了他 最后如亨利所愿 阿红被怪物拖进了箱子 他就这样借怪物的手 杀害了自己的结发妻子 之后亨利用一把新锁将箱子锁上 偷偷地将箱子运到悬崖边 推进了海里 然而怪物就真的这么死了吗 就在亨利和老德以为万事无忧的时候 沉入海底的怪物 破开了箱子 这次没了箱子的禁锢 他又将如何打开杀戒呢 这个故事来自1982年的《鬼作秀》 是根据恐怖大师斯蒂芬金的 短篇小说改编而来 精彩的情节和惊悚的氛围相得一张 是全篇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个故事 箱子始终掉足了观众的口味 一开始引导我们猜测里面到底是什么 当答案揭晓的时候 又忍不住想怪物是怎么来的 而最后箱子里的怪物又会被怎么处理 电影把这几处悬念都营造得恰到好处 更重要的是片中亨利和怪物的对比 一个虽是吃人的怪物 却只是被利用的角色 一个虽然性格软弱 却内心很毒 连自己的妻子也不放过 其实是在对人心进行讽刺 世界上最恐怖的不是牛鬼蛇神 而是人心 兽心在毒也只会伤害侵犯自己领地的人 而狠辣的人心往往都披着伪善的外衣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